好 接上个视频 现在呢两圈我们已经勾好了 然后我们开始来勾第三圈 勾第三圈我们已经立了一个起立针了 我们斜后根全部都是短针 我们这个是小马的 斜后根就不用再剪针了 然后我们就在同一个位置 勾出来一个短针 大家可以自己做上记号扣啊 然后我们后面都是不加不减的勾 如果你勾大马的可以再剪一次针 小马的就不用再剪了啊 然后我们一直勾 勾到勾斜头这个外勾长针的位置的前一针停下来 这个颜色这个蓝色的看着反光 然后我手一动就看不清楚了 我放低一点吧 我们就这样勾 一直勾 勾到这个前面一针啊 这个是勾外勾长针的位置 然后我们勾到前面一针的位置停下来 我们现在呢 我们空掉一针长针 我们空掉一针短针 我们直接绕线 然后这个短针不勾 我们直接就挑这个外勾长针 挑着下面这个大洞啊 然后我们就勾外勾长针 然后绕线 在里面呢 就勾里面 挑里面这个内勾长针 就是对应的 外面的就挑外面的 里面的就挑里面的 对应着勾 然后第三针 又是外勾长针 还是对应着勾 然后绕线 在第四针上勾 内勾短针 这样就是顺着 顺着这个纹路勾啊 然后它一直是这样勾上去了 然后 就一针对应一针的勾 大家只要找好这个入针位置 然后这个小鞋头 这个就不是问题了 它就是有一道棱 一道棱这样的 看一下 内勾长针 就是凹 凹进去的 然后外勾长针 就是凸出来的 最后一针 最后一针 还是外勾长针 如果不是外勾长针 那就是你勾错了 我们勾内勾长针 也不要漏掉针的数了 我们长针这里勾好了 然后我们这里 对应的也空掉一针 然后在下一针里 勾短针 不用绕线了 我们到后面 就要勾短针了 勾短针 然后呢 到这里到后面 到鞋后根 全部都是短针 大家自己动手勾一下 给大家讲一下 我们这个第三圈开始呢 我们鞋头这里 全部都是两边 都是空的是一针 然后只有第二圈的 第二圈的时候 空的是两针 后面呢 全部是每一排 都是空的一针 然后开始勾鞋头 外勾内勾长针 然后我这里 就不再多讲了 我们勾三到六个月 六到九个月的 像三到六个月 可以勾七排 然后六到九个月 可以勾八排 像那个 我这个是勾的 一岁左右穿的 一岁左右穿的 我勾的是九排 就是上面要勾 勾长一点 勾的是九排 然后大家呢 自己根据 自己宝宝大小 来做 我这边呢 就是后面这几排 我就不再给大家演示了 都是不加不减的 一针对应一针的勾 记得这里的两边 是要空掉一针的 勾好 勾好七排之后 再来给大家讲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